这样最幸福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夏天 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前面打的是灯光 然后你的大汗淋漓的做视频的时候 你老公给你送来一杯 他自己亲手做的 非常冰凉的饮料 Hello大家好 我是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快速的购物分享 因为我前两天去购物中心逛一逛 然后就去Pink他们家 发现了他们家有很大力度的打折活动 所以我就试了一大堆衣服 然后就买了一大堆回来 觉得可以做一个小的迷你的购物分享 Pink是维密的一个附属的品牌 算是 他们家可能年龄层比较低 而且着重是那种比较运动 比较休闲 比较可能大学生 比较喜欢穿的一些衣服 所以我最近也是非常喜欢穿那种 特别休闲 特别运动风的那种衣服 因为第一个是觉得 可能比较显嫩吧 第二个是穿的比较舒服 所以我最近还是比较喜欢买这种衣服的 Pink家的东西其实我不是特别常买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东西 因为不算是一个什么特别正儿八经的牌子 但是又比较贵 随便一件T恤衫 有时候就四五十刀 我觉得不太划算 所以就很少在他们家买东西 这次他们家打折 我觉得性价比还比较高 所以就买了一堆东西回来 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不是Pink家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差不多风格的 所以我觉得放在购物分享里面也挺合适的 这个是在H&M买的 就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袖的一个帽衫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下 只有大号和插大号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大号的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 就是这种被一大大的宽松的 穿上去特别舒服的那种 然后它就是我觉得质量还不错吧 还OK了 不是说特别好 但是还蛮舒服的 然后穿上去以后 就是这个颜色特别吸引我 我最近呢非常喜欢穿粉红色的衣服 就是比较少女心爆棚吧 我上次在微博里边发了一张 我新买的一个粉红色的一个卫衣也是 然后很多人都评价特别好 然后我闺蜜呢就说 以前从来没看见你穿这么粉嫩的东西 但现在呢我就觉得可能年龄比较大 就比较喜欢装等 所以就特别喜欢粉红色的东西 所以这件呢就是没有什么图案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穿这种纯色的 就没有图案的更好一些 比较好搭衣服啊什么的 就还是就是这样的一件 OK这个就是H&M的那个大的衣衣 就是宽宽松松的一个纯色的 上面什么图案的都没有 我觉得其实找这种没有图案的衣衣 也挺难的 有时候这个是大号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我就是很想让它 宽宽松松肥肥大大的 然后你把那个袖子这样撸起来 也OK 前面还有个口袋 我就很喜欢这种有个口袋的 这个帽子还OK 但是我想应该平时不会戴这个帽子吧 下面这些呢都是从PINK家买的 他们家现在就是除了打折的一些单品呢 它还有一个折上折的活动 就是打折以后再七五折 所以打下折来还是蛮优惠的 这一件呢是一个饰品 就是一个帽子 是这样的一个帽子 就是一个紫色的帽子 把它有一点做旧的那种感觉 就视觉效果看上去好像那种 几皮的 但是其实不是 它就是感觉上是这样 但是其实还是蛮薄的 所以夏天也可以戴 而且这个颜色呢 就夏天戴也不错 就是这样 因为我最近呢是很喜欢戴帽子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头发的长度啊 还有我的脸型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大脸的嘛 戴上帽子以后 那个脸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大 而且你有时候头发状况不是太好啊 戴个帽子也是很方便的 又比较时尚 所以我最近很喜欢戴帽子 其实主要还是懒啊 那这个帽子就很土通的棒球帽 我比较喜欢这一顶帽子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的这个帽颜啊 它不是弯的特别厉害 有的那个帽子呢 它弯的特别厉害 然后就是帽颜比较宽 然后它一直弯到这儿 所以我时候戴太阳眼镜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戴 一戴那个太阳眼镜 就是比较大的眼镜 它这个帽子 那个帽颜就往上面顶 所以就很不舒服 那这个就不会 它其实是有一点弧度 这个弧度呢还蛮好看的 但是呢 你戴一个比较大的太阳眼镜呢 它也不会顶的 把帽子就顶到上面去 所以这个我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 其实还蛮好搭衣服的 就是除了什么绿的呀 什么的 其实别的偏冷色一点的衣服 都可以搭这个 我今天呢 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件 然后穿一件这样的顺序 好像大家还蛮喜欢 这种结构的 那下面一件呢 也是一件 也是一件粉红色的 这个在镜头上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色差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呢 就是那种 非常非常荧光的 就好像那种荧光笔样的 那种荧光的颜色 其实我一开始呢 对这种颜色非常的抗拒的 我就觉得这种颜色太厌了 而且有的时候呢 厌的有点怯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有点俗气 那天我正好是跟我老公一起去的 所以我每吃一件衣服呢 都有让他看 然后呢 这些衣服呢 全部都是被直男老公认证过的 所以我觉得 反正应该也能代表一些心生吧 那这个衣服 其实我一开始试的时候 我没想买来着 我觉得啊 不太确定 一个呢 是它是短款 刚好到你腰帐 我对这种衣服呢 是比较犯触的 因为我就觉得 不小心一抬手 就能把肚皮露出来 我觉得 很没自信 就是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 真的是我以前 可能打死都不会买的颜色 但是 因为我是第一个试的这一件 然后后面我试裤子呢 我就一直把这件 一直穿在身上 后面我试了好多呢 觉得每一条裤子 好像都搭的还挺好看的 就渐渐的呢 就有点爱上它了 所以呢 后来就决定说 把这件买了 其实这件是非常好穿的 因为它特别的薄 它不是普通的 卫衣的那种料子 里面有一点那种 毛巾的料子 但是呢 它是很薄很薄的那种 所以正好可以夏天穿 因为我把这个帽子戴上了 刚才穿了半天衣服 这个头发已经都不太像样了 所以大家就 无视这一块吧 这件衣服呢 就是一件短款的 我很少买这一类的衣服 我一般都比较犯触 因为 你看一抬手 就容易把肚皮露出来 但是我觉得 反正它也不是说 特别短的嘛 有的那种衣服 就是大概这么短的 我就觉得 那个肯定是不能接受 但是 这个它起码能盖得住腰 然后你穿一个 稍微高腰一点的裤子啊 什么的 我觉得还OK 而且真的是蛮好看的 因为这种短款的 确实是比较容易显年轻 所以呢 我觉得 还蛮年轻 蛮时尚的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 越看了 就是看习惯了就好了 就觉得没有那么艳了 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年纪穿 虽然是可能嫩了点 但是 不所谓 反正我觉得好就行 下一件上衣呢 就是 一个蓝色的了 如果大家看过 我婚礼的视频呢 知道这个是 可能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 就是这种 它不算完全的 Tiffany蓝 因为它还是比较偏蓝的 Tiffany蓝 还有比较偏绿的 但是我是这样喜欢 这种淡淡的蓝色的这种 就是比较鲜艳 但是又 不那么突兀的那种蓝色吧 所以这一件就是一件大的卫衣 这样 我觉得还蛮好的 唯一一点呢 就是这个是小号的 我当时买的时候呢 其实我想买一个中号的蓝色 因为它这个款呢 它的fit是比较修身的 它处于长款 一会我试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 虽然这个 它也是那种比较宽松版的 但是呢 它的就是最底下 这一块呢 还是会比较包屁股的那种 其实我是喜欢那种 大大的肥肥的那种宽松 最后面呢 我还专门让我老公去找那个中号的 但是他没有找到 就是这个小号以后呢 可能最小的就是 插大号好像 所以那个真没办法买 所以我就还是把这一件买了 这个呢 就是那件蓝色的 也是一件 满满松松的大卫衣 也没有什么 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它的这个领口的这个地方 因为有的卫衣呢 它是这种 脖子这边就很憋屈 但这个呢 它有一点点的这个 开口的这个地方 它这边这个弧度特别好看 然后你能把锁骨露出来一点点 就是在这个很休闲 很casual的之余呢 也能稍微有一点点 不用说性感吧 就是看上去就是觉得特别好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是我就蛮喜欢这一点 而且它这个帽子 很好看 它这个帽子我会这么戴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对我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如果帽绅的话 帽子一定要好看 它这个就是这种瘦长版的 所以呢 就是虽然穿上去也不紧身了 但是如果是中号的话 我觉得都会更好一点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帽子的细节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细节 就是让本来很普通的东西 看上去就比较有设计感 下面呢就都是裤子了 这一件呢 是一件灰色的 这种缩口的这种休闲裤 那这种呢 其实我就是想在家穿 然后偶尔呢 出去遛个狗啊 或者是突然一下 要跑出去买个东西啊 什么的 就是很休闲很休闲的那种 其实灰色呢 我是非常小心的 这种休闲裤呢 灰色很容易看上去像秋裤一样 所以就有的时候没法穿出去 你知道吗 虽然它有时候不是秋裤 但是让你感觉以为你把你家里面的睡裤穿出来的 但是它这个在左边这条腿这有一行字 所以这样呢 就显得就比较可以往外穿了 就是不是在家穿的那种秋裤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这件我已经穿过了 昨天去遛狗的时候就穿的这件 它外面呢 是非常软非常舒服 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里面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毛巾布的那种感觉 所以里面呢 倒是你穿上去以后也不会说特别扎呀 特别难受 但是就是里面的稍微有点膜 但是我穿的我觉得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条呢就是比较休闲 然后它这边呢是缩口的 它跟那个jogger还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区别就在这里 如果全部都是这个颜色的话 它确实很像秋裤 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条呢 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居家了 就你在外面穿也还可以 给大家拉近了看一下这个印花 就是这样 这一条呢 应该是这里面唯一一条比较紧身的裤子 这个就是像一个打底裤一样 就是那种瑜伽裤 运动裤那种 就整个就是包在腿上 非常瘦腿的那种 我这个买的是插小号 一开始呢 我一穿上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这个简直太紧了 绝对不行 结果我出去一给我老公看 受到了很大的称赞 他又穿上很性感 然后我问他说 会不会觉得这个特别小 就看上去好像肉都憋在一起 他说没有啊 他说这个就穿上特别好看 他直竖大拇指这样 所以我就很果断的就买下来了 因为后面呢 我再试呢 我觉得啊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包身的 而且呢 它这个里面呢 这个腰这块特别的紧 所以你一穿上呢 就好像把你的 所有的肉都给你吸 吸起来一样 所以其实挺修身的 我当时还想说 看看要不要买一个小号的 就是大一号的 但是呢 我老公说没有问题 我后来觉得也没有问题 而且稍微紧点呢 对我的减肥有动力 所以我就果断的 把这个插小号的买下来了 它其实不是全黑的 它有有一点点那种麻黑的 然后这边呢 我不知道在镜头上 大家能不能看到 一会儿给它试穿的时候 给大家拉近一点看吧 边上呢 它有一条这个黑色的 就是比较实的颜色 然后下面呢 有一点点这种粉色 然后脚踝这边呢 还有一些蕾丝的这种设计 它左腿这块呢 就是这个PINK加很经典的 这个一行字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设计感的 而且这种裤子呢 虽然它是瑜伽裤 或者是说运动裤吧 但是呢 你穿出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在加州 基本上这种瑜伽裤 是非常时尚的 而且就是跟运动服务一样 就是你穿出去 绝对没有人会觉得 你怎么把这种裤子 穿出来那种 所以这个是完全可以穿出去 而且穿出去呢 我觉得很有时尚感 而且它也可以 就运动 做运动也可以穿 这个呢 就是这条裤子 就是很舒服的一条 就完全没有活动啊 什么都没有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它这边呢 就有一点点的这种设计 这个蕾丝呢 是不能活动的 它就是已经卡死了的 所以你不能把它弄小 或者弄大 它也不会敞开 就是已经做进去的这种效果 然后下面有一个粉色的这个 然后下面我就搭了一双运动鞋 就是我的那个 阿迪的那个Gazelle 然后呢 就给大家拉近的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 这个腰带这块呢 它是两层的 里面是粉色的 所以它非常的收肚子 就能把你整个这一块都 吸起来那种感觉 就是很舒服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条字这样 这个就是雷斯的那个设计 下面这条裤子呢 我非常喜欢 这一条呢 是一条阔腿的这种裤子 然后它两边呢 就有这种白色的一条 这种拼接的 它虽然是这种阔腿裤 比较宽松版的 但是你的size 如果是买对了的话呢 其实会显得蛮瘦的 而且跟很多衣服都可以搭 所以呢我就还蛮喜欢的 这一条我买的是差小号的 后来呢 我还是两条 有一条红色的 有一条浅蓝色的 我都蛮喜欢的 我差一点把三个颜色都买回来的 这就是我多喜欢它 但是呢 那个红色的和另外那蓝色的呢 都没有差小号的了 只有小号的 那小号的呢 就穿上去 就感觉好像有点邋遢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裤子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不能太紧 但是呢 太松也不行 就是会显得特别邋遢 所以呢 我就买了这一条 他们家还有一个 类似的设计 但是不一样的材质的 还有一个比较厚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 尼龙的 也不是尼龙 就是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材质吧 然后它这个 拼接的这一块是开口的 但是呢 我试了一下那个 穿上去 效果不如这个好 不如这个舒服 这个就是纯棉的 就很舒服 而且下面呢 它是这种毛边的 因为它还是有点长的 所以你直接就可以 把它剪掉就OK 就不需要再去找裁缝 去截短呀什么的 所以这条真的非常的喜欢 这个就是这条裤子 它就还蛮高腰的 所以跟这种短款的衣服 配起来也挺好的 很好这个型 就是也不会看的 觉得你特别的臃肿嘛 或者特别邋遢呀什么的 但主要是这个 这有一个边 所以呢 看见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其实是比较瘦的 所以就还挺容易显瘦的 如果大家在店里面 能看到别的颜色 我建议大家 把别的颜色也都收回来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设计 但是我还没有 这一类型的裤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蛮好的 然后给大家拉近呢 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印花 就是他们家的东西呢 很多都是这一类型的 所以就还蛮经典的这种 而且它有口袋 这个也是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最后这一条呢 就是一条去年跟近年都很流行的 叫Jogger 其实就是上半身就比较松 然后到了下半身 就是有点缩腿的这种感觉 一会儿给大家试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条纯黑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设计 这一条是小号的 其实我本来想买一条中号的 我觉得小号的还是稍微有点高屁股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 我觉得屁股那边不能太紧 但是它没有中号的 也没有大号的 就是剩下小号的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 我觉得还可以 不是特别的紧 那它就是这个左腿上 有一个这个小的印花这样 就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就是出门呀 什么搭衣服 我觉得都挺好的 下面这个呢 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Jogger 这个撕了 还有一个这种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蛮喜欢它这边的 这个印花的这个设计 这边呢还算蛮宽松的 我这个是小号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细节 真的就蛮好看的 然后我就搭的是我的那个小袋鞋 好了 以上呢就是我近期在PINK 买的一些休闲运动风的一些衣服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给我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加我的微博 atmisslindaoy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